4號早上7點左右 新城鄉嘉寧村發生一起死亡意外 一對蔡姓父子開著堆高機 在田間協力搬育稻草 一時不小心沒注意到路面落差 導致堆高機瞬間失控 搬車衰件田裡頭 把21歲的蔡姓男子重壓在地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急救還是宣告不遲 轉向後輪那個先吊 吊之後才這樣搬下去的 後輪先吊 吊下去搬下去 當時田裡面只有他們兩個人 就是他們兩個 所以我們都不在現場 我只聽到他爸爸在喊 我聽到聲音才趕快出來看 新城鄉嘉寧村一對蔡姓父子 4號早上一起在田間協力搬運稻草 沒想到在操作堆高機時 卻沒有注意到路面落差 導致堆高機瞬間失控 搬車摔進田間 把21歲的蔡姓男子重壓在地 我們到達現場後 民眾及現場的家屬 已經協助將患脫困 我們憑估患者 無聲證相 還接手CPR急救 上全常委員協助送醫 堆高機整個90度翻覆在田裡 附近民眾合力幫忙脫困進行急救 警銷獲報後立即趕到現場 不過21歲的蔡姓男子 在送醫之後依然是宣告不治 蔡明操作堆高機時 為注意稻田與柏油路之間的高度落差 不是很打滑 導致堆高機翻覆至稻田內 壓到自己 其父親見狀後 趕緊通知119到場救護 並將蔡姓男子送往實際醫院救治 醫院於8點38分宣布急救無效死亡 兩父子齊心勿農耕作 卻發生天人永隔的憾事 一時之間的壞消息 讓家人難掩心中悲痛 而至於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有帶警方深入調查釐清 借徐立琴新的相報道